在今時今日,彼薩就好像是一個純粹因為彼薩斜塔來出名的小城鎮 是一個如果不計交通時間,可能走過來兩個小時已經可以走的鄉下地方 因為真的好像沒什麼提音的款式 但在九至十三世紀之間,彼薩是一個足以和威尼斯抗衡的海上強權 而且是意大利這麼多城市中最早獨立成為城邦國的勢力 我想任你怎麼猜都沒想到,眼前這座教堂在十一世紀的時候是全世界最大的教堂 但你應該更想不明白的是,為何能夠建出全世界最大教堂的強國 來到現在會抹落成這麼鄉下地方呢?中間發生了什麼事呢? 好了,帶著這些疑問,我們就來看看在吳蕭尤客眼中出名的是一個雞勒 除了邪塔外,就好像沒什麼好看的比薩,究竟是否真的那麼悶呢? 今集都會順暢分享,很多觀眾都想知道 就是在意大利、川州過省的話,火車票可以怎樣買法 以及有什麼需要注意事項 另外就是今集我是有登頂的,我上去比薩邪塔的頂 又來分享一下,在歐洲參觀古蹟其中一個必備節目,登頂 實際上是怎樣的一次體驗 究竟值不值得額外付錢再爬多幾百級樓梯去做這件事呢? 好了,事不宜遲,立即開始今集內容吧! 比薩位於佛羅倫斯爾西一個靠近海邊的地方 絕大多數遊客去比薩都會從Forest出發 搭火車過去大約一個多小時左右吧! 我們選了一班在早上8.03分開出的火車 用我們將歐遊火車PASS搭 在KKD有得買,下面資訊欄有相關連結 基本上在歐洲上川州過省一次過玩幾個城市玩 這類PASS是必買的! 我會結合在其他城市拍下的搭火車片段 來簡單說這張PASS可以怎樣用 視乎你選擇要買不同日數的PASS,價錢都會不同 我們那張是可以不連續用10天和坐一等座的 但不是買完PASS一路永逸 如果你要搭意大利的高鐵,都是需要提前訂位 你看,我們今次搭了這麼多程裡 大部分下面都有一行紅色細緻寫著是需要留位費的 只有極小部分,例如金程,由Florence 去PASS來回 就沒有高鐵搭,只有普通的乘制列車 所以才不用留位 不用給留位費,聽起來好像抵了 但這樣其實是會比較適合的 因為不用畫位,就變成像平時搭東鐵線 那些位是先到先得的 但你可放心的是,那些人絕對沒有排隊的觀念 所以駕車一到,就要鬥快湧上去 我們今次來PASS就說是Day Trip的行李放在Florence 需要輕裝上陣而已 但如果拿著大包細包,一袋二袋 這樣的話絕對是一次災難來的 接著又會見到這樣的混蛋 用腳用行李來霸佔位 雖然有得訂位其實是保障自己的 但每次都要預留時間去排長龍給留位費了 那可不可以一次過PASS之後所有要留位的費用呢? 是可以的,但這樣就犧牲了靈活性 令整體行程少了很多可以走斬的Buffer位 就會被將火車飛框死了行程的彈性 所以兩者是要取捨才行得 不過,比留位費只是解決了座位問題 但行李問題依然很大問題 意大利的火車只是規劃了極少空間 可大件行李 就算商務座的情況也一樣嚴峻 因為我們大中小行李各拿著一個 雖然每次就算已經留位也好 我們都會提早點來到火車站 爭取做第一批可以上車的乘客 這樣才大些機會可以安頓好大行李和中行李 好了,關於乘火車的分享先說到這麼多 現在繼續說回彼薩這個城市 從火車站一出來,感受到的是一個 跟之前幾個城市完全不同的面貌 這裡沒有羅馬那麼濃厚的歷史韻味 不會走到哪裡都會見到移動一千年的遺跡 也沒有佛羅倫斯的文藝氣色那麼重 不會當街當行都會見到大思傑作動在這裡 更加不同拿玻璃給人那種熱鬧很有活力的新派都市的感覺 這裡就是一種很與世無爭的小鎮風味 其實不單止感覺像,這裡的確是一個小鎮 整個城市的面積只有香港五分之一 人口只有十萬 即使現在早上十點多的事 我們由火車站出發,走過比薩斜塔途中 沿途見到的雖然已經是全個比薩最旺的商業區 但都好像沒什麼人那樣的 一個這麼不起眼的小鎮 你應該怎麼都不會想像到 在一千年前,這裡是一個叱測風雲的海上爆拳 它靠著臨海的優勢 跟強大的軍隊做海上貿易做到風生水起 很多中東、近東地區的貨物穿過地中海 就來到這個繁榮的港口落貨 再分銷去歐洲其他地方 當時還有Venice、Genova和Amalfi 這三個地方都是做海上貿易做到國庫民強 他們就並稱中世紀時期的四大海洋共和國 好了,作為曾經與威尼斯齊名的比薩 為何現在看來這麼噁鎚 完全比不上Venice那種華麗氣派的感覺呢? 答案都是與Medice家族有些關係的 簡單來說就是一山不能藏二虎 比薩靠著海上貿易先拔頭籌建設體力 但佛羅倫斯靠著銀行業都力出了很多財富 兩個強大的城邦夾得這麼近 遲早都會火星撞地球 比薩就比較慘 天時、地利、人和都輸了 先說地利,這個河口迷沙遇跡問題愈來愈嚴重 令比薩在往後的近跡慢慢缺少臨海地利優勢 港口愈來愈少人用 而說到人和的部分 他與另一個海上強權Jinova決戰 最後竟然以慘敗收場 當時比薩的項目是因為敢而被控半國 因為群眾懷疑他私通外敵才會輸得一塌糊塗 所以將他全家連兒子和孫子 全家族所有南丁混在塔內堅持餓死他們 此次超比頌下,原本擁有大好形勢比賽没落的快 而最后補多一刀,收皮的就是当时已很强大的佛洛伦士 以上所说的过程,其实是横跨了接近一百年历史 不是一朝一夕发生的事 总之佛洛伦士成为最后的赢家 上集我们在旧宫的 500 人大殿 有两幅超巨型的壁画 其中一幅所描绘的 就是 Florence 打赢 Pisa 的决定性一章 现在眼前见到的这个叫骑士广场 它早在罗马帝国时代已经存在 在比萨共和国时期发挥着议事广场的功能 右手边那座宫殿的所在地 其实原本就是比萨的市政厅 作为征服者的 Medici 家族 就下令拆掉它 然后找自己的御用建筑师 Vasari 来设计眼前的这座骑士公 Vasari 这个名字 有看上两集的朋友一定会记得 这位画画又厉害 又是建筑师 还要是艺术历史学家的全能人才 在骑士公前面的这个雕像 它下面还有个 Medici 咖啡刻在 虽然你都猜到 它就是那位征服者 就是当时 Florence 的话事人 Cosimo Medici 你看到它还踩着一只海豚 就是象征着它打赢了曾经的海上霸拳 无可否认比萨的确收皮 还能见证着曾经飞煌的遗迹 就得回奇迹广场上的这三座建筑物 在比萨的全盛时期 即大约公元十一世纪左右 它就想起座举世无双的大教堂 来彰显自己的国力有多强大 不过这些世纪工程 又真是下下都要在整个世纪的时间才能够 其实设计又未去到复杂到这么夸张 只要是很多时候 如果和其他城邦打仗的话 经费不足的情况下 这些面子工程都要暂时停一停工 不过建造时间一拉长 就有机会面对风格上的矛盾 原本一开始起的线 座教堂和后面座中楼 都用仿罗马式的风格 这种风格在当时是很潮流很流行 但是去到十三世纪的线 哥德式风格开始很受追捧 你还记不记得 之前我们讲Florins的圣摩百花大教堂 它的正面设计就是以哥德式风格作为主调 而百花教堂就在十三世纪末期开始施工 而讲述比萨这一边 它不断起下停下起下停下 坐中楼起了百多年都还未起完 但你却没理由拆下下面的纺罗马式结构重新再起过 幸好这时候有建筑师想到 怎样可以无逢融合这两种风格 将新的哥德式 起在旧有的纺罗马式上 独创了一种比萨式的风格 能看下它们坐洗礼堂就比较明显见到 其实很清楚的 它下半部分是一个典型 仿罗马式半圆拱的造型 但上面开始是华丽点的 又尖点又削点的哥德式造型 不过两者竟然能够完美融合在一起 令我建筑物同时有齐罗马式那种沉拾稳厚 但又兼具哥德式那种华丽灵厚 是一个很特别的风格 又很漂亮的 顺带一提 它仍是全意大利最大的洗礼堂 不过洗礼堂多漂亮也好 它都不够旁边一座钟楼那么搶镜 其实它也不想圈奔夺主 因为这三座建筑物都有倾斜度 只不过它看下最瘦最高 所以才最明显 这座钟楼它由1173年开始建筑 但起到第四层的时候 忽然发觉就是说 以为何南面的地基 会比北面短了两米? 那些建筑师是没想到地质 宋远到一个这样的地步 而且它们低估了 但建筑的重量是那么夸张 为了修正邪道 它们试过反方向起 然后试过停工填十块地才继续起 中途还因为试过打仗而停了一段时间 而为了外观上的考虑 它还将第五层南面的柱 是弄得比北面的柱高些 试图在视角上振回它 后来发觉这样还是不够 于是它在第八层再重施故技 将南面的墙建得高过北面 你可以想象到的波折这座钟楼 全部都经历过 于是在足够两个世纪之后 只是在1372年 它终于完成了 虽然在那个年代 你不喜欢一两个世纪才能够 你都不好意思 叫自己是一座伟大的建筑 但这座 而一起好就已经 偏离中心点成两米多的斜塔 注定是一座 再入市策的奇迹级建筑 远来远 从一个特定角度看下 还有可能会发觉 它座钟楼不仅是斜的 还是弯的 就是因为中途不断尝试 等回它 所以才弄得弯弯的 好了 这一座用了14000 吨白色大利石 来砌 以及在当代 刊见到不得了的圆形结构 钟楼 就算它没有邪道 它都为是欧洲其中一座 最值得欣赏的中赛建筑 同时它都是一座意义重大的标志 因为它是比撒共和国曾经叱吒风云的象征 但同时都见证着它由成转衰的过程 一座这么传奇的钟楼 不怕它真的有些对不起自己 它将门表分得很散 它是逐个景点跟你计算 我们买的那张 可以入到大教堂 以及可以登斜塔的顶 这里登顶的要求挺严格 它只是容许你带电话 和带相机上去 换言之 背囊、手袋、toe bag 不论大小全部都要记存 将门表写到预约登顶时间 是必须要准时到的 因为它每个时间段都会严格限制人流 进去 首先位置塔地坐定定 我也不知道原来钟楼里的结构是这样的 它有一个这么大、这么阔的中空天井在中间 稍后我们会兜着它外围 走一共有276级楼梯 上到8楼的塔顶 上下之前先给你听一下 它敲钟的声音是怎样的 在塔底的正中间 它放了一部測量仪器 监测着钟楼的倾斜幅度 现代工程师是有巩固地基 和稍微附借一些斜塔 他们说如无意外 在未来二三百年都不会再有危险 在欧洲登顶大概上就是这样一回事 你会身在一个楼底不高 空间很窄的环境里 走下停下的登法 这里用了大理石来铺一条楼梯 石面是比较光滑一点 走下来比一般楼梯会滑得多 所以要穿对找地能力好一点的鞋 才会安全一点 而且这么多人日踩夜踩 明显看到是踩到有粒痕 所以它会难行过其他教堂的楼梯 这个楼梯位通常都是这么窄 因为人家当年起来是用来维修用的 不是被数以十万的游客 不断参观观光用的 因为它窄和上落都是用同一条梯 所以经常都会塞住 这里已经算是好 偶尔都会有自然光 其他教堂的楼梯是没有自然光的 所以如果你有那些优臂恐惧 登顶这个活动未必适合你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你就明白为什么不容许背囊拿手来登顶 因为真的窄到就算人已经铁了牆 都会跟对面那一条队的人肩膀撞肩膀 就是这样的了 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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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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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多一层,就是他们打钟的地方 整个登顶过程其实是很赶的 你一共得不够半小时的时间 就要上273级楼梯 马上隔着防护栏拍照后 透顺条线就要下楼了 这个塔顶的工作人员负责清墙 空间有限,是要清清前一批游客 才可以放下一批人上来 传说中被誉为现代物理学之父在彼撒出世的加利略 他有在彼撒邪踏的塔顶做了一个震撼世界的自由落体实验 简单来说,他将两个不同重量的圆球 同时在塔顶松手给一个自由放下来 结果他是同时落地 通过这样的结果,你破除了自从阿里士多德以来 往后2000年的人都深信着 物体下落的速度是由物体本身的重量来决定的这个真理 虽然加利略的理论是对的 物体下落的速度和自身的质量是无关的 但他有没有可能可以在彼撒邪踏的顶 成功做到这个实验结果出来呢? 因为在塔顶这个这么当风的位置 做一个前提是要忽略空气阻力的实验 我觉得是一件相当自打嘴巴的事 再加上喘流的影响 所以这两个波在这样的实验环境下 未必可以同时到达地面 而实际上,这个实验的记载 它只是出现在加利略的学生 在几十年后帮他的老师写生平传记当中有记载过的 但同一时代的其他所有人 包括比萨大学,即加利略教书的学府 还有加利略的本人 他们都没有记录过这个轰动 这么滑时代的实验 我觉得这一点是极可疑的 反而NASA 1971 年 它在月球表面 一个真是可以忽略空气阻力的地方 由阿波罗15号的太空人 同时扔一条羽毛和一个铁锤下来 这样就真是通过实验 来证明自由落体的理论是绝对正确的了 好了,座斜塔就说到这里了 它的确是圈奔夺主了 但不代表主教堂就没东西好看 其实它才是精髓所在 广场上的三座建筑物 都用了由卡拉拉出产的大理石作为主调 虽然整体是望落很有贵气的白色 但这些细节位 它用了不少其他色彩的石片来装嵌 它玩这种箱嵌 玩这种几何图案的设计 都是比较建筑的一大特色 卡拉拉这个地方 自古罗马时期就盛产极高质的大理石 例如万神殿 就用这里出产的大理石来装饰 文艺复兴时期的雕花家 都很喜欢用这一款石 它们觉得这款色彩的人物 的膚色是比较温润点 有活力点 例如大胃像就是用这一块大理石 刁出来的了 人地真而众之的上等石材 比较能够大面积用来装饰在三座建筑物的表面 那你可想象到它当年有多架势 对于欧洲来说 还算是黑暗时代的中世纪 科学和文化发展最轻盛的地方 其实是阿拉伯地区 那里的数学和几何知识 就跟随着贸易交流传过来欧洲的港口城市 所以为何威尼斯能够那么厉害? 而当时和世军力敌的比赛 吸收了科学知识之后 在建筑工程方面都有很大的突破 所以才有红心壮痴 去建一座当时来说是全世界最大的教堂 这种仿罗马式风格建筑 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外场比较稳厚 因为这个是它们用来承重的主要结构 但这些枪造成小一点 所以教堂内部相对暗一点 尤其与科学知识建筑相比 它们会喜欢拉高作建筑物 而这些教堂有大面积的彩绘玻璃枪 那两者相比之下 光暗对比就很明显了 如果单说教堂内部装修 这里是明显比佛罗伦斯的 聖母百花大教堂精细很多 在这里你会见到 罗马风格的巨大圆拱 也会见到 Lombardi 风格的轻巧柱囊 还有源于伊斯兰文化的尖拱 然后再加上黑白相间的条文葬式 所以整个画面是很丰富 兼且很和谐 你见到这些 撑着圆拱的花光岩石犬 是比萨在11世纪中期打赢西施利后 拆了他们的地标清真寺 当成战利品运回来装在这里 所以这座教堂 真是代表着比萨最光辉的岁月 和邮合了很多风格 是一个集伯家大城的艺术品 又例如 在镇中间的金光闪闪的马赛黑画 就很有拜尖庭艺术的味道 这类伤痕画 你在威尼斯都会见到不少 因为贸易是其中一个传播艺术的最佳途径 因为整间教堂整体比较暗 而在镇中间 祭坛后面就很金碧辉煌 是领寻抢眼的所以 亦令基督网络可以更洪伟庄严 更神圣些 加利略作为名气最响当当的彼撒人 除了在旁边的钟楼 有一个存在极多疑点的 自由乐体实验传说故事之外 在这座教堂 也有一个故事与他有关 不过是同一个人记载的 只是他的学生 所以信不信由你了 传说就是 加利略看着这盏青铜吊灯 见到他欲弘 因为神父说话好闷 所以他宁愿望着盏灯 在量度自己的脈搏 更有趣 结果一度 就发现了钟摆的等时性 这个特质 之后他的摆动周期 在同一重力环境之下 只是与绳子的长度有关 都是那句 道理是对的 但是不是这样发现出来 这层真的无人知了 可能你都会留意到 几乎每个热门的旅游景点 多或少都会有些穿坐附会的神话 传说等很动人的故事 来令人在游览时有更多趣味 的而且确 如果两个故事是真的话 都可以算来一段介话 是会令这一座本身相当精彩 还曾经是全世界最大的教堂 再添多一笔传奇的色彩 这集比赛的内容就到这里 希望知道这些传说 知道这些细节之后 下次你再来比赛 除了去拍一张自以为很有创意 但其实是千篇一律的游客相 之外 还可以仔细欣赏下这三座 位于奇蹟广场之上 名副其实的奇蹟级建筑 好了 今条片来到这里 预祝各位圣诞快乐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